謝謝 來一個35塊 麻煩你們先入選 麻煩一下 好 通常來淡水一定要吃阿給 沒有吃就像沒有來過一樣 阿給沒那麼小阿給 老闆 為什麼阿給叫阿給 阿給就是日語 日文 日文 對 日文 阿給是什麼意思 阿給是油豆腐 油豆腐炸的 炸的是阿布拉葉 對 所以就直接翻成台語的感覺 對 就是阿給 阿給 謝謝你 謝謝老闆 你們吃了嗎 吃了 好 吃一口吃豆腐 吃一口吃 吃一口吃 很軟的 你們不覺得嗎 這油豆腐有點厚度 可是吃到嘴巴裡是軟的 是嫩的 然後它裡面呢 它會包很多東西 有冬粉 還有一些魚漿 所以吃到嘴巴裡 然後還有外面那種 香甜辣 像那種甜甜 辣辣的 就會覺得還蠻好的 那你呢 你覺得呢 我覺得今天 很有 有嗎 這還好吧 那小凱 就是飛機上的時候 以前在大陸飛飛機都是 就比如說要水啊 然後要咖啡 然後那個空姐就直接幫你倒好湯 給你放在面前 然後昨天小凱要咖啡的時候 就說那個我也要咖啡 然後那個空姐就說 你也要嗎 一個小孩你也要喝嗎 然後就問漫天 然後那個語氣特別逗 然後後來還是 然後小凱還是 就是我咖啡 然後那個空姐就是 特別不勤勉把咖啡杯子拿了過來 然後倒咖啡 然後就說 小孩子要想喝一點哦 咖啡不好了 就是我呢 小凱好笑 在飛機上一次就那天 空姐就講話特別嗲的 小朋友這個要什麼 要什麼 特別搞笑 小朋友